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意味着下个月抵达我国的首批辉瑞疫苗将能够开始使用 政府预计到了2022年中 我国会有80%的人接种疫苗 不管怎样 尽管目前我国当局还在等待辉瑞的额外资讯 但疫苗的注册在获得大马药剂经管局的有条件批准后 是已经可以在我国使用 根据辉瑞公司的临床试验 疫苗发挥作用的时间 主要是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两周之后才开始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另外 凯瑞也说 国人不可以自由选择要注射哪个品牌的疫苗 一切由政府分配 根据早前的公布 政府会先让18岁以上的国人免费接种疫苗 内阁成员 前线人员 慢性疾病患者则是会率先接种疫苗 政府目前已经批准使用辉瑞疫苗 同时决定购买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而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采购还在洽谈 卫生总监丹吹语上宣布 我国昨天新增6个感染群 合计338人确诊 其中4个感染群和职场有关 这些感染群分布在雪兰儿 沙巴河及龙坡 与此同时 卫生部也结束了对3个感染群的监督 至今活跃感染群一共有257个 第一个感染群是加兰天内感染群 地点在雪州巴胜 有132人确诊 第二个感染群是伊比亚公地感染群 涉及雪州巴达林 有30人确诊 第三个感染群是普吉普林病感染群 涉及雪州巴达林和巴胜 有33人确诊 第四个感染群是凯兰感染群 在沙巴根地亚 有55人确诊 第五个感染群是吉隆坡半地鼓的卡比达感染群 有72人确诊 而最后一个感染群是斯塔巴因大感染群 涉及吉隆坡滴滴旺沙 另外 昨天在现有感染群当中 雪州巴胜的苏埃布图斯感染群 增加最多病例 也就是374起 而涉及多州的迦兰哈拉班监狱感染群 则新增73起 柔佛麻坡五级巴西工厂感染群 新增59起 涉及槟城 吉塔和霹雳的 伯林印感染群新增58起 马六甲德罗马斯扣流中心 新增52起 以及柔佛古来工业区感染群 新增48起 大马厂商工会认为 如果政府为了防疫 落实第二次的全面封锁 恐怕一些商业和经济活动 将会面临崩溃 该工会表示 赞成政府落实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 但是不应该再次落实 全面封锁的行动管制令 大马厂商工会会长 丹须苏天来表示 支持政府落实 针对性有条件型管令 包括收紧标准作业程序和限制跨州 在标准作业程序收紧的状况下 政府必须允许所有商业活动继续运行 他说 许多商业和经济活动都还没有从疫情 和行管令的影响下 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企业界深刻体会到在行管令下 全面封锁的恐怖和痛苦 这不但造成收入和财务损失 企业在可持续性 就业和生产方面也面对挑战 苏天来指出 如果落实第二次全面封锁 恐怕一些商业和经济活动将面临崩溃 根据工会会员的反应 如果行管令持续四周或以上 生意可能最多只能维持一到三个月 另外对于政府是否能继续提供财务援助 也是令人担忧的课题 包括工资补贴和延迟还贷等等 中央政府的新管制措施 要等到后天才出炉 槟城各大商业领域受促 未可能落实的限制令做好心理准备 槟州首席部长曹关有透露 他被告知中央政府将会晤商家和业者 以讨论新一轮行动限制令的影响 他在脸书专业发表贴文指出 槟州政府将等待有关的会晤结果 他强调 槟州将遵守新的措施 或收紧特定行业的限制措施 他说此前第一次实施行管令时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影响 取决于业务的性质和营运等 所以他呼吁所有行业都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新一轮的行动限制令 政府拨款890万令吉发展和改善 国内旅游区的基本设施 以促进当地的旅游业 涉及的旅游区包括 柔佛州哥达丁宜 雪兰鹅乌鲁雪兰鹅 以及森美兰州的波德森 防部及地方政府部长 Zuraida表示 第一阶段的发展计划 主要是涉及地方政府地区范围内的 旅游发展建设工程 目前政府已经批准大约 190万令吉的资金发展 森美兰州波德森的旅游区 一共涉及11个地区 以及5个主题海滩 分别是保育海滩 运动海滩 休闲海滩 城市和娱乐消遣海滩 政府将改善 波德森旅游区内的小当铺 休闲区 宗教场所 以及餐饮店的设备 与此同时 政府也将拨款500万令吉 改善雪州 乌鲁雪兰鹅县的旅游基础设施 以及另外200万令吉 给柔佛州哥达丁一线 希望借着优质的旅游基础设备 来提高旅游业 龙兴高铁计划协议失效之后 我国政府需要向新加坡 作出赔偿 龙兴高铁公司总执行长 达德玛玛诺伊斯玛又指出 赔偿数额将由大马和新加坡 两国进行核实 但是直到目前赔偿金额 依然还没有一个定案 预料新加坡政府将会在本月底 向我国进行索赔 有没有计划或决定 直到现在 我们需要有研究 以确保 每个研究都要改变 这些研究都要改变 所以研究 研究研究 我们将研究研究 然后我们决定 所以有可能有不同的研究 甚至是一个HCR 研究研究 但现在不能够决定 不管怎样 穆罕默诺伊斯玛表示 取代龙兴高铁计划的项目 会很快展开研究 并希望在六个月之内完成 日前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德德斯里·姆斯塔巴表示 虽然受到保密条约的约束 无法公开龙兴高铁的赔偿数额 但我国政府认为 大马需要赔偿给新加坡的金额 是低过两亿七千万新元 或相等于大约八亿两千万令吉 全球首个女性数码银行 MyWEW即将在我国推出 有关的平台主要是 培育妇女在经济领域的成就 MyWEW顾问德斯里·阿萨里纳表示 有关数码银行将鼓励国内的妇女 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妇女 从事线上生意 从而提高收入 改善生活 MyWEW将协助妇女获得数码银行服务 包括企业贷款 微信贷款 申请转账卡和信用卡 以及开设数码银行 阿萨里纳建议 数码银行可为那些低收入群体 或从事小本生意的女性 提供几千令吉的微信融资 可能让贷款者每周摊还贷款 槟城西南县景区总部的 毒品犯罪调查组 成功侦破今年第一宗毒品走私案 其货总值超过四万四千令吉的毒品 以及逮捕九名毒贩 槟城西南县景区主任安巴拉干 在西南县景区总部召开记者会时 向媒体透露 当局分别在同样地点展开三起取缔行动 在第一起取缔行动中 警方突击位于八六拜的一家廉价旅馆 成功逮捕三名男子 一名女子以及一对夫妻 他们的年龄介于17到34岁 随后警方在同样地点展开第二起取缔行动 再次逮捕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 同时充公旅馆内的冰毒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毒贩将这家廉价旅馆充当毒品交易地点 目前警方已经对嫌犯进行尿液检测 所有九名嫌犯的尿液检测报告 都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因此警方相信西南县的贩毒活动非常活跃 一开始在你还没有触碰之前 你就要把手机干净 然后你就把这个带上去 然后注意一定要覆盖你的鼻子 嘴巴和下巴这个地方 就是它要所有的覆盖 然后不要忘了捏一捏你的鼻子 让它能够没有缝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三W其实是一个叮咛 一个提醒 就是告诉大家这三个W 第一个就是W就是要戴 你要戴你的口罩 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洗手 第二个就是洗手 而第三个就是警告 就是说当你有感到身体不舒服 或者有咳嗽伤风感冒发烧 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 塞尔维亚的淘气制作工艺 拥有四百多年历史 也是当地最有名的手艺之一 新闻结束前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正业 感谢您收看这节怀疑新闻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